來 現在把耳塞下去 哇靠 直接中了 欸 出現出現出現 3XXX 我Mega 好久不見 今天要挑戰用SARP手滑3公里到築南外海的離岸風機釣魚 你沒聽錯 是3公里 你說那裡的身太豐富 只要去的絕對不會空手而歸 愛釣魚的我呢 就算冒著當海龍王女系的風險 也要去探險一番 至於什麼是SARP呢 他的Stand Up Paddle站立是獎板的縮寫 除了可以站著玩 坐著玩 躺著玩 欸 還可以多人運動 在正式出現冒險前 先來看看Mega練習的音質吧 晚餐我包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來啊 他游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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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是船頭耶 哈哈 你沒看過天洋號嗎 不是有一個頭 不敢擋起來啊 不敢站 不敢站 我已經翻了了 站起來好陡喔 站喔 我來走 我們 我來通了 用不著 我來通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個黃色屁股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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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好吃 拿草蛇啦 GOGOGO 腳會很痠欸 對啊,腳很痠 整個頭型很痠 來了 有了有了 可以的 可以的 有啦有啦 可以啦 慢慢來就好 還沒還沒 沒那麼快 欸,有沒有 這兩個一算 應該是可以 真的嗎? 你先平很好 沒關係,你先平很好 好,來 來 你看看 幹他 下水囉 下水囉 先過第一個浪去 喔 感覺是個挑戰 大概0.2米的浪 還行啊 來喔,捕魚喔 你這樣很像甲鵝欸 哈哈 撥一個肉了 撥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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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到了 大概還有1公里吧 差不多1公里吧 1公里吧 我剛剛超怕落水了 還好 還好這板子夠大 平衡上比較好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嘿嘿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好 好 好 快點,我們到了 欸 有東西在跳是不是 對啊 好酷喔 好 漂亮 好 他想要去我們父子裡睡覺 那我們現在滑到這邊 我自己的感想啊 就三個字 好累死了 我會覺得自己 那個 肩胛骨那邊的肌肉 真的非常酸痛 我覺得回去應該會 真的酸痛要死 各位觀眾,先用第一個釣竹 油洞完 這大概40克 配置大概長這樣 一個鉛 後面會有這個 鬚鬚 裡面呢,藏著兩個鉤子 底氣性的魚 可能會覺得它是一個 可以攻擊的 泡丘啊 或是小魚之類的 就會來攻擊 現在把鵝剩下去 哇靠 直接中魚 哇靠 直接中魚 欸 出現出現出現 三小 哇靠,我拿關子 我魚下去就中欸 哇操 出現啦 狂出現 呼呼呼呼 漂亮漂亮 拉起來拉起來 欸魚下去 不好笑 直接中魚 而且好像還沒到底 對啊 我剛才還沒到底就中了 對啊 不行它往空間那邊鑽 就知道你在軌跡 哇 不行不行不行 我船被它帶著跑啊 哇 應該在石斑,路康啊 路康啊 嗯 哇,我現在變成毛了 碰我變成毛 好 好,各位我們先關進 等一下 如果我拉上來再給大家看 應該是大隻的 這一次呢 我們主要圍繞著風機陣列裡的燈塔做吊 它是最早建成的 也就代表底下的生態結構會更加的完整 再來看看會釣到什麼好料吧 好,玩這個就是懶人釣法 這樣子 順著船飄 慢慢地敲一下 敲一下 敲底敲一下 敲一下 愛心嗎 蛤? 你有生鵝嗎? 欸,好像有 那邊有籃子蝦 好漂亮喔 有生鵝就無敵了 你趕快給我好了 好啊 哇 這個 天降甘霖啊 這一定是你 這一定是最好 欸 終於 終於終於 算了算了 桿子終於大凹了 喔 喔 唉唷 唉唷 你用什麼 你用什麼 鐵板 不是 那個 油洞丸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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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鬼啊 這石斑嗎 這不是石斑嗎 石斑 石斑吧 欸這石斑很大耶 這裡很多耶 對啊 舒服 餵中餵中了 魚枯魚枯魚枯 橋下橋端這邊 這個它周邊的刺 都有毒 刺到會很舒服喔 各位,現在我們換上 傳釣必備的Sabiki 來 這個應該是必咬的必殺餓 但是釣起來 可能都不會太大隻 因為我鉤子也選比較小的 哇 中 還就中 不大一分鐘 尖縮 尖縮 嘿 沒錯 尖縮 哇 尖縮 又是你 這尖縮真的很多啊 應該可以尖一盤出來了 拜拜 太小就放掉吧 來,我先放下去 我用Sabiki 我用Sabiki 來喔 這隻重量挺OK的 這是可以了啦 可以了啦 這隻 這黑貓夠大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漂亮喔 我剛剛應該是釣到他的老大哥 我覺得玩這個比較需要克服的是 剛上這個板子 它還晃動 但是其實你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說 原來這個其實沒有到非常難 然後剛好今天浪況也不錯 玩起來可以比較輕鬆 所以主要是沒有風啦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些風機基本上是沒什麼轉的 有時候靠這種自然發電的話 真的是靠天吃飯啊 小班 小班喔 好多喔 小鹿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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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鹿斑比喔 你有創意耶 真的啊 要一釣到一定無聊的程度 都會有些奇怪的 都會有奇怪的言語發誓 奇怪的幹話 對,都會有很多幹話 對,都會有很多幹話 應該有大隻的啊 應該要有啊 還是在那個橋下 比較湊中複雜的地方 對 一定要去那種險峻地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來 丟魚啊 魚 魚 魚好像不小喔 唉唷 石斑 yeah 可愛的石斑 小隻小隻的 小隻小隻的 蛤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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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斑 欸,超咬 下去就有 很漂亮 我把它放掉 太小隻了 欸 有魚 有魚喔 唉唷 都是你啦 這是這個啊 其實也算是迷你班 迷你班啊 都這個 有小的就有大的 我堅信這一點 有饕 拿到魚 到魚到魚到魚 石斑 小 pub 有多 slot 好啦,各位 結束一趟奇幻的旅程 哇,這sup釣魚 真的是全新未有的體驗 這種一只餵 就可以再小口 可以釣魚 又可以健身的休閒活動哪裡走 然後我個人是非常 不偏好去做傳釣 因為我覺得就少一點自由度 然後 會傷傷 雖然說買個Sup也沒多拚 但是其實 多出幾次就回本了 做這個Sup 玩Sup出去 一定要注意浪 風 還要記得一定要傳球聲音 上升的是瞬息萬變 如果我發現 風不對 流不對 浪不對 真的要隨時反抗 我們不要談掉 不然真的很有可能會變成 台灣版的少年牌奇幻漂流